欢迎来到东北那嘎嘞 我是大嘞 咱们现在去找一家美食 在蒙特加也非常出名 叫香忆豆腐馄饨 它家也算是蒙特加特色了吧 刚才我搜了一下 还没搜到它家具体位置 咱们打个车吧 打车去找一点 咱俩好不好吃 多少年没去 咱以前也行 多少年没去了 这一餐厅 看着明白挺像的 好 进去尝尝 看看小鸡 如果要再开 我们再开个市场就稍微大一点的 然后就是温度四十多 它家已经在牡丹江十五年了 三个分店 它家主要的特色就是豆腐汤和混沌 刚才咱们是在一楼 你可能它家还有二楼 它家背面挺大 两楼 看看这是它家的豆腐汤 大馅馄饨 也是它家特色 是十四元一碗 这是蒜苗肉的 还有这个也是特色 豆腐汤 这个一套 这一套是十六元 这个豆腐汤一碗饭 一个小菜 这咸的是这么美的 此豆腐汤非比豆腐汤 这个看着颜色多有食欲 看看 可不是普通的豆腐汤 在这个门江特家是非常有名的 刚才我跟她家老板娘聊了一下 她说她家这个豆腐汤的做法 是她丈夫发明的 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原来是没在蒙苗江 在别的城市 后来到的蒙苗江 在蒙苗江已经有十五年了 现在厨房里边做的豆腐汤 都是她自己家人 现在做的是她的丈夫的弟弟做的 哎呀 这豆腐真好 真好 这豆腐啊 吃的就是纯卤水豆腐 吃的非常嫩 而且里边有肉馅 就是这个油啊 吃的感觉稍微大一点 有点糊醉 这个虾米啊非常提味 非常提味 吃的也是这个虾米味非常浓 这里边你看看 带肉馅的 这个豆腐汤吃的很香啊 真有特色 这有特色 看人家的豆腐汤啊 不像我之前吃的 青汤瓜水的 人家可不是啊 更像一个炖刺啊 那她的豆腐 在那个大锅里炖了很久好像是 因为我们等了半天才上了嘛 其实炖的非常时间非常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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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啊 说实话啊 吃的呀豆腐有点收不住了啊 一会还得尝尝那馄饨呢 看 这馄饨这碗也大 这是大碗的 老大了这一碗 好 一口就烫了 烫了 烫了也挺烫 这大馄饨 太大了 这大碗馄饨呢 第一口 它就蒜苗非常提味儿 而且呢 这个馄饨馅啊非常饱满 咬一第一口的时候呢 里边全是汤汁 全是汤汁 这馄饨的个儿是真够个儿的啊 哎 馄饨真够满 这是珍贵 馄饨呢 确实挺好吃的啊 这个 但是啊 还是跟这个豆汤没法比 我还是爱喝了它家这个豆汤 因为这馄饨呢 哪都有 不算什么特色 这个豆汤它家豆汤 确实挺有特色的 还糖 它家混的确实不错 豆汤里放了点辣椒油 来点馒饨 这馒饨也不错啊 这馒饨就跟自己家做的嘛 这馒饨就跟自己家做的嘛 这馒饨就更好吃了 我听那个福玄说呀 有人想学他家这个豆汤 都尾随到菜市场 看他家到底买什么料 真是 想学的人太多了 他家这个确实挺有特色啊 也非常好吃 我是打车来的 花了七块钱 再加上他家这个这些三十 一共是三十七元 我觉得这三十七块钱 真是挺实的 它这豆腐汤啊 真是挺有特色的 在当地啊 也算是独一味儿的了 当然了馄饨也是相当不错的了啊 在我吃过馄饨当中啊 它是真是数一数二的了 做到了精益秋经 值得推荐给大家 包括这个豆腐汤和馄饨 绝对值得推荐啊 好了 喜欢的朋友啊 可以来磨炭江 向大家来想一想 咱们马上来寻找下一个美食 好 好